其實現在是他輸入教的時間 但是他看起來很活力 因為 Oh My God 你很癢渣的嘴巴 哇 已經在吃了 我之前和我老公在意大利度 明年一直很想試吃看 這家的巧克力和冰淇淋 因為全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巧克力 所以 那時候我們去的地方比較 就可能比較偏僻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找到 然後一聽到台灣有勁 嘿嘿 當然立馬要來朝聖啦 義大利百年巧克力盤子 首度來台開設專賣店 女性瑞莎第一時間就帶著 跟她一樣是巧克力控的女兒妮卡 前來朝聖 妮可知道這女的滴淇淋非常好吃 所以她今天都不願意吃早餐 然後呢 一直說她沒有餓 她沒有餓 她今天其實都很人吃飯了 所以她一直跟我要求 就跟她的冰淇淋跟巧克力 所以她本來就很愛最愛 她最愛最愛最愛 有的媽媽會幫她吃巧克力 我覺得 不要找人喔 媽媽 你確定你帶走 你要確定你帶走可以 瑞莎表示 對妮卡這樣活動力旺盛的孩子來說 一天給一兩顆巧克力 無上大雅 但還是要挑選適合的口味 她最喜歡什麼口味 但是我平常會給她 不適合小朋友 比較不甜的 像比較小的也是非常好吃 然後我自己喜歡可以吃巧克力 也會一點 我一定要每一天吃一點巧克力 不然我會累 巧克力讓我心情很好 然後我心情好的時候 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我覺得孩子也是要保持好心情 他才會想要學習很多東西 會想要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巧克力又是好吃 又讓我們心情好 讓我們做更多事情 然後又剛好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禮物 她有說她想要聖誕禮物 她就想要巧克力啊 她很簡單 而且我們還特別寫信 給聖誕老公公信裡面 她就說她很乖 有照顧媽媽爸爸 可不可以送她巧克力 她自己寫了嗎 我幫她寫 她在我的手 她現在會寫字 她就會寫你一卡 時尚東新聞報導 親你大人 我可以練習吧 臉書 Il stress